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生母亲逼的是疯疯癫癫 那么 到底这个恶魔从小到大是怎么长起来的 他还干了哪些混账的事呢 咱们从头来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李文忠啊 出生在四川成都 一个普通的家庭 一九六零年 李文忠出生了 这是家里边的第一个孩子 还是这个家里边 唯一的一个儿子 那个年头 重男轻女 夫妻俩 得着一儿子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是家里边的独子 一直对他是疼爱有加 跟很多父母一样 把孩子捧在手里怕摔路 含在嘴里怕话了 取名叫李文忠 希望李文忠啊 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能够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这李文忠确实是健健康康的长大了 不过善良正直 好的品行 跟李文忠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李文忠呢 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从小到大就喜欢欺负人 小时候那些玩伴 一个个让他打的都不成样子了 慢慢的 人家也都不愿意跟他玩了 街里街坊的邻居 也都不喜欢这孩子 就这么着 爹妈还不管呢 还纵容着呢 李文忠在家里啊 嘿 那俨然就是家庭小皇帝啊 剩下的人都得伺候他 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的 只要有点不顺心 闹脾气 跟谁都闹 他的父母 就这么一如既往的 惯着他 宠着他 老话说 三十而立 在那个年代到不了三十 二十郎当岁 就得娶妻生子 成家立业 但是李文忠 一眨眼都混到三十了 也没混出个样子来 哪有一点成家立业的意思呀 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什么事也干不了 什么钱也挣不到 用现在话来说 这叫啃老族啊 反正就照着自己爹妈 玩命的吸血呗 爹妈瞅着儿子 都这么大人了 一点正形也没有 也着急 老两口啊 夜深人静的时候 也在一块嘀咕 你说文忠这孩子 可怎么办呢 一个岁数的 你看人家 孩子都老大不小了 文忠呢 现在也一直 娶不上个媳妇 再看看人家 他们这一法子长起来的呀 人家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了 小日子 踏踏实实的 他连个正经营上也没有啊 哎 我呀 感觉咱们家文忠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没成家呢 一旦成了家 娶了老婆 他这心思啊 也就收回来了 也就知道 他的时事过日子了 但愿吧 你看 过去好多父母都这么想 感觉儿子没个正型 那就是因为没成家 一旦成了家 就能改头换面 脱胎换骨 怎么可能啊 这老两口 只能寄希望于 未来的儿媳妇 能改变自己的儿子了 开始给孩子物色对象 就这么着 脱亲脱友的 让人给张罗着 最终啊 在没人的牵线搭桥之下 有一个女孩 愿意嫁到李家 这个女孩呢 叫廖福珍 没人介绍对象的时候啊 那都是先挑好听的说呗 一提起来李文忠 家庭条件挺好 爹妈都是踏实人 本分人 文忠这孩子呀 别看岁数不小了 但是呢 也特别的踏实肯干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还没找着老婆呢呀 就因为之前那一门心思 都雇到事业上去了 这个人呢 又老是木讷 不能讨女孩子欢心 但是结婚就得找这样的小伙子呀 过日子过起来踏实啊 你看 没人是啊 你三言两语把人家给骗了 这门婚事成了 你不把人给坑了一辈子吗 这廖福珍呢 跟李文忠也没见上两面 就结婚了 那个年头 跟现在自由恋爱不一样 一般都是见一面 双方没有特别反感 双方家庭呢 也都还同意 那这事就算成了 结婚仅仅仅一年的时间 这李文忠啊 可就露出来本来面目了 种种恶习 让这廖福珍完全无法忍受 家里边甭管大小事务 都得是廖福珍的 这李文忠是一分钱不挣 一点正事不干哪 这还不算完呢 动不动的稍微有点不痛快 哎 那就咒骂廖福珍 廖福珍一看 当时这媒人 可是把我给坑惨了呀 李文忠还经常对着廖福珍 拳打脚踢 这一切 廖福珍的公公婆婆 李文忠她爹跟她妈 也都看在眼里 也都知道自己儿子 干的不对 也感觉自己的儿媳妇 委屈替儿媳妇打抱不平 但是 小时候没管 大了再想管 管不了了 一看见李文忠欺负廖福珍 老两口一开始呢 也帮廖福珍说几句 但李文忠可不听这个 小时候都不听话 指望现在听话 后来变本加厉了 只要自己的爹跟妈敢劝自己 敢批评自己 那是对着爹妈 也是出言不逊 什么难听的话 都敢往外说 廖福珍呢 一年又一年 这心算是伤透了 一心只想着 我赶紧逃离这个家庭 我赶紧离开他 一次又一次的跟李文忠提起来 咱俩离婚吧 过不到一起 但是李文忠不同意呀 两口子协商不成 这婚还真就不好离 李文忠还威胁他呢 我告诉你啊 以后别再提这离婚的事 你要再提离婚的事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廖福珍怕他 过了这几年 知道这李文忠 是个什么混蛋东西 也知道这个人呢 真是到那个份上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他是没有底线的 那怎么办呢 凑合着过吧 可是有一回 李文忠因为喝了酒了 廖福珍心里也来气 他不敢骂李文忠 不敢发脾气 就只说埋怨了那么两句 嘿 这李文忠都没完了 对着廖福珍这一顿打呀 把廖福珍呢 打得是皮开肉绽啊 三天三夜站不起身来 根本就没法起床下地 这一回 让廖福珍彻底下定决心 一定要跟他离婚 廖福珍能不能如愿以偿的 顺利和李文忠离婚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李文忠啊 把廖福珍打得三天三夜 下不了床 这次他下定决心要跟李文忠离婚 在一九九九年 廖福珍到法院起诉离婚 最终法院判决 俩人可以离了 廖福珍终于是获得了自由 廖福珍是走了呀 可就苦了孩子了呀 李文忠对廖福珍 那是怀恨在心 跟着我 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就非得离开我 你这是看不起我 你这是打我的脸 我早晚有一天 我能收拾你 要说起来 当时这法院判决呀 也把这姑娘给毁了 法院判决离婚之后 孩子的抚养权 是李文忠的 两口子呢 有个女儿 咱们就跟这个女孩 叫小玲吧 当时只有八岁 廖福珍没多想 就想着离开李文忠 再者说了 孩子跟着他爹 那李文忠 总得顾及骨肉亲情吧 那跟着我 我还不知道 去哪找饭吃呢 跟我也过不上好日子 就尊重了法院的判决 没有争夺孩子抚养权 离婚之后 李文忠不是一直 恨这廖福珍吗 想着报复廖福珍 我要打他 我要骂他 但是 廖福珍人家不知道 去哪了呀 想找都找不着 再加上 李文忠这一下子 没有妻子陪伴了 开始感觉到寂寞难耐 这个禽兽不如的人 就在这种状态之下 萌生了一个人神共愤的变态的想法 想拿自己的女儿来出气 也想拿自己的女儿来发泄自己的授欲 她就开始让八岁的女儿 跟自己睡在一起 开始对女儿做那些侵犯的不轨之事 毕竟小玲只有八岁啊 她哪懂这些男女之事啊 不过 自己的亲生父亲李文忠 第一次侵犯小玲的时候 还是让小玲感到无比的害怕 小玲的下体 开始流血 疼得根本忍不住 但是 李文忠 这个畜生 却威胁她 让她不许叫喊 这还不算完呢 李文忠越来越变态 把女儿 完全当成了自己的解语的工具 三天两头 就要抢奸一次 还威胁女儿说 我告诉你 不许跟别人说咱们俩的事 要不然 我宰了你 我也找到你妈妈 把你妈妈给宰了 你知道吗 就这样 小玲 因为害怕自己的父亲 也不敢声仗 随着被侵犯的次数多了 小玲也变得麻木了 但不管怎么说 是个孩子呀 每当一个人的时候 就感觉浑身上下 止不住的疼痛 难过的时候 害怕的时候 恐惧的时候 就自己一个人 悄悄的躲起来哭 每回小玲 看见别人的父亲 在陪自己的孩子玩耍 在给自己的孩子讲笑话 小玲都忍受不了 她看不得这样幸福的场面 为什么 他们 有好爸爸 有好妈妈 而我 却没有呢 到后来呀 这廖夫珍 偶尔呢 也会来见一眼小玲 每回见到廖夫珍 见到自己的妈妈 小玲也不敢跟妈妈说这事 尽管爷爷奶奶 也跟他们一起在家里住 但是爷爷奶奶 也保护不了她 据小玲 后来回忆说 有一回 这个禽兽 又一次侵犯小玲 正好被小玲 爷爷撞见了 小玲 爷爷气得呀 狠狠地教训了李文忠几句 并且 爷爷说了 我不用你带我孙女了 我自己带我的孙女 可没想到爷爷这一句话 惹怒了这个禽兽 这个禽兽的李文忠 当场 抓过来爷爷的手 把自己亲生父亲的手指啊 啪的一下子 就剁掉了一根 这一次之后 李文忠的父亲 小玲的爷爷 伤心欲绝 为什么这个逆子 从小没有好好的管教 现在管不了了 害了他 更害了所有的人呐 无奈之下 绝望之下 这老爷子呀 选择了投河自尽 他认为这一切 都是自己的罪过呀 而李文忠的母亲 也因为老伴的去世 因为自己的孙女 竟然遭到了亲生父亲的侵犯 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变得疯疯癫癫 神志不清了 李文忠啊 一点悔恨也没有 犯罪行为 依然在继续之中 李文忠 还是一次又一次的 侵犯女儿小玲 直到后来有一回 廖福珍回来 看望小玲 就发现小玲不对劲 这时候小玲已经16岁了 经常有呕吐恶心的症状 廖福珍带着小玲去医院检查 结果竟然是怀孕了 廖福珍一看结果就着急了呀 怎么回事啊 你才多大年纪啊 怎么会怀孕呢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小玲没有办法继续隐瞒了 这才把这些年的遭遇 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母亲廖福珍 廖福珍听到这些之后 差点晕倒在地上 她也悔恨了 为什么 把小玲留给这个畜生了 为什么没让她跟着我走 廖福珍整天以泪洗面 后来廖福珍就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 想带着女儿小玲 一起了结自己 离开这个世界 还是被好心人发现了 在好心人的劝说之下 这才放弃了自杀的想法 放弃自杀之后 廖福珍下定决心 说什么也不能让李文忠 那个畜生逍遥法外 他呢 在好心人的建议之下 报了警 随着公安介入 很快也查清楚了事实真相 并且对李文忠实施逮捕 最终经过依法审判 判处李文忠有期徒刑 13年 这个结果 用咱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判得太轻了 这样一个畜生不如的人 只判了13年 在监狱里面表现好的话 几年的时间就出来了呀 但按照当年的法律法规来看 这个量刑结果 也确实是科学合理的 如果再晚一些年 按现行的法律标准来看 那么这李文忠 他的量刑 一定会更加的严重 按现行法律 首先李文忠 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 那么这就是犯下了强奸罪 是从众处罚情节 起行点就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网上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甚至是死刑 再加上这李文忠 不仅是强奸自己的女儿 强奸幼女 还虐待家庭成员 放到现在 这是犯了虐待罪 除此之外 剁下了自己亲生父亲的手指 这是故意伤害罪 几项罪名 最终按照述罪并罚的原则 甚至有可能对李文忠 判处死刑 但毕竟 我们说的是如果 现在李文忠啊 肯定早已经被刑满释放了 李文忠出狱之后 有没有收敛 有没有洗腥革面 他后续的生活是怎样的 这些啊 我们都不得而知 而可怜的女儿小玲 也在李文忠入狱之后 选择了外出搭工 他永远也不愿意再回到 这个给他带来了无尽伤害 无尽痛苦的地方 这个案子 咱们说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全国第一例 虐恋夺命案 咱们呢 从头来说说 这起案件的凶手叫什么呢 叫袁进 他本身呢 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 匪徒式的人物 他呢1978年出生 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 海安县城的一个教师家庭 在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教师家庭啊 这就算是出身很优越了 书香门第啊 并且父母呢 都有稳定的收入 虽然收入不多吧 但那个年代大伙收入都不多啊 你有个稳定的工资 已经是无数人羡慕的家庭了 也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吧 加上父母呢 生出来这么一儿子 从小啊 疼得就没边了 一直就是捧在手里怕摔着 含到嘴里怕话了 1998年的时候 也就是元晋20岁的时候 他呢高中毕业 考入了南京某著名的大学 大伙都听过一句话应该啊 说是中国教育看江苏 江苏教育看南通 这海安县呢 一直就是这个学霸盛产的一个地方 元晋进入大学之后 学习的是国贸专业 国际贸易专业 在当年是非常火爆的一个专业 你看好大学 那好家庭 好专业 这算是三好青年了 从原本生活的小县城 到了这个繁华的南京城啊 大伙各种各样 前沿的时尚的生活方式 也冲击着元晋 元晋呢 也越来越向往这种生活 并且本身呢 大学校园跟这个中学校园 它是不一样的 更开放更包容 对吧 一到了大学之后 男孩女孩也到了青春期了啊 这个感情上也开始懵懂了 于是呢 男男女女的好多谈恋爱的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就说过一句话 你说考上大学 你不谈恋爱 你干嘛来的 啊 当然了 这个事不能倡导 但是确实到了大学 他是一个大伙公认的 一个适合恋爱的一个年纪 一个人生阶段 元晋也一样 到了大学 一看 呦 人这同学也谈上恋爱了 那个同学也谈上恋爱了 轻轻我我啊 出双入对的 元晋这心里啊 也这个骚动不安起来了 我什么时候能找着一对象啊 我什么时候 能找着这个女朋友啊 其实啊 他在中学的时候 就有个喜欢的女孩 叫金曼曼 女同学 那时候是暗恋啊 不敢跟人表白 一则呢 怕耽误学习 最主要的呢 怕一表白 连朋友都没得做 是吧 我相信我们听友里很多 都有这种经验的 是吧 就喜欢一个女生 啊 我跟他说吧 我喜欢你 我爱你 和我在一起吧 我们谈恋爱吧 然后人就再也不理你了 是吧 这元晋呢 也一样 到了大学之后 总算是鼓足勇气了 我得去追求 我喜欢的女生 哎 就跟金曼曼表白了 因为元晋呢 学习也不错啊 各方面都挺好 这金曼曼呢 对元晋印象也不错 一来二去 联系越来越多 交流越来越多 没事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的 也就正式恋爱了 可是呢 金曼曼呢 是在北京某大学 外语系就读 一个北京 一个南京 1000公里 这是异地恋 那时候也没高铁啊 要是做这个T66 得一宿的功夫啊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当时就总做T66啊 再加上那时候他也没微信视频 你也轻易见不着面 只有说放寒暑假了 都回老家了 这才能聚到一起 2000年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 大二结束啊 还没上大三 那个暑假期间 这一对小年轻的 在老家啊 总算是能够天天见面了 天天腻活在一块了 也就发生了第一次男女关系 可是这段恋情啊 维持的时间不长 为什么呢 异地恋呢 他忍受不了这种煎熬啊 缘进也受不了 你说谈个对象 一年见两回 人今慢慢呢 也琢磨 哎呦 你说离这么远 以后这个感情 有没有个什么结果呀 不好说 他俩这段感情呢 就不了了之了 合金慢慢结束之后啊 原进因为已经出肠静果了 已经知道男女那点事了啊 他就开始想上了 哎呦 我这一个人孤家寡人的 这这多难过呀 再者说了 原来呢 有我女朋友 现在吧 也没女朋友了 我这孤独寂寞冷啊 怎么办呢 上网聊天 那时候啊 大伙刚刚接触网络 都是啊 聊天就是最大的消遣娱乐方式了 没有什么英雄联盟是吧 没有什么魔兽世界啊 聊天呢 一般都是找陌生人聊 你看现在大伙弄个QQ弄个微信 都不加陌生人 过去不是 就在网上搜索啊 你可以筛选 哎 我只搜女孩啊 我只搜哪哪的女孩 一搜就搜出来 他呢 也一样 就在网上聊天 开始在网上 沾花惹草的 也为了刺激 他呢 就多次跟女网友 约会见面 那时候说 网友之间 约个会见个面 这是常事 但是也发生过啊 很多起的诈骗事件呢 啊 或者说是不愉快的事情啊 都很多 那时候网友见面 最怕的是什么呀 哎 聊的时候 谈吐非凡 啊 这个平时那个QQ头像 又挺帅气 可别见真人 一见真人 我记得那时候 有个代称 很不尊重人的一个代称啊 一说这个遇上长得不好看的 叫恐龙是吧 估计勾起大伙 好多年前的回忆了吧 就怕这个一见面 哎呦 长得不好看 失望 失落 其实也不想想 自个儿是不是长得那么好看啊 原进不一样啊 原进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的 又正当年 在那个年代又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啊 那个年代的名牌大学本科生和现在名牌大学本科生 含金量是绝对不一样的 大伙呢 就都喜欢他 哪个女网友见着他 哎 都愿意跟他在一块 不少人呢 就跟他开过房 发生过男女关系 后来呢 原进呢 就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呢 叫裴小元 年龄相当 互相感觉不错 就谈起恋爱来了 不过原进在这段恋情里面 跟上一段恋情的时候不一样了 上一段恋情 那是我暗恋的女生啊 我曾经心中的女神呢 并且是第一段爱情 很甜蜜 很纯洁 可后来 他经历了跟网友 约会见面 开房一夜情之后 他开始沉迷于这种 享乐的生活了 就这边 跟女朋友谈着恋爱 那边呢 还是在网上 跟各路的女生在那聊 乐此不疲的 逮着有机会 有合适的 就还是开房 发生关系 这一晃啊 大学四年就过去了 2002年六月份 原进呢 就毕业了 学校也挺好 专业也不错 那肯定是留在南京啊 留在南京之后呢 就租了一套房子 先后啊 到了几个单位应聘 不是人单位看不上他 是他看不上人家单位 就嫌人单位给的工资低啊 要不这个工作环境不好啊 要不工作量太大呀 反正要不就不去 要不去了之后啊 干不了两天就走 当甩手掌柜 心高气傲 结果被社会这所大学啊 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下 教育的他呀 整天的是心情烦躁 哎呀 也找不着个好工作 也没有个高收入 可怎么办呢 不行 我得自己找快乐 再加上他没事干 他无聊啊 到七月中旬 有一天中午的时候 他呢 就又打开电脑 就又开始上网了 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网友都喜欢起什么网名啊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 好多女孩子就喜欢起个什么 什么倩影啊 什么什么天使啊 什么什么青舞飞扬啊 是吧 这这这这种名字很多啊 就你一搜能搜出来几百个上千个 男孩子呢 就都愿意起那些啊 这个显得比较颓废的名字 什么半支烟 是不是 什么这个 呃 寂寞年少啊 等等类似的吧 为父心词抢说愁嘛 啊 其实 他也没那么郁闷 他也没那么压抑 但是就显得 哎 我这名字一出去 感觉文艺 是吧 吸引人 那圆进起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月色撩人 咱们现在来看啊 这怎么看 这也不像是一个男孩子的网名 更像一个女孩子的网名 并且这网名啊 还总是有一丢丢那样的色彩啊 这个月色撩人呢 就开始搜索了 这时候呢 有一个网友 女网友 就夹他 这个女网友叫什么呢 叫小猫无礼 你看 那时候要说 女孩啊 起的这个网名里边带点什么猫猫狗狗的 就显得特别可爱 就一个劲的呀 给他打招呼 发那个表情啊 圆进这一瞅 哟 这事有意思 跟我聊聊啊 行的聊聊吧 圆进呢 这算是把目标锁定了 哎 就是他了 啪啪的在那 瞧键盘啊 最早的一代这个键盘侠可能说的就是他们 是吧 大字噼里啪啦的 哎呦 这可就聊上了 他呢 先搭讪了一句说小猫你好啊 这烈日炎炎的大中午你不在家歇着出来干嘛呀 嘿 瞧瞧大学生就是大学生 你要让咱说这大赏天的啊出一身大臭汗 你不在家好好躺着睡觉 你出来干什么呀 你看人说的就不是烈日炎炎的大中午 这就是开始展现撩妹绝迹了 可对方啊啊 不光是没被撩到还反撩回去了 回的是真快啊 这小猫说了 说谁说烈日炎炎呀 你这会儿不正月色撩人呢吗 月色朦胧 老鼠出没 猫儿怎能坐视不管 嘿 这词说的 哈哈 你那说烈日炎炎 这来个月色撩人 哎呦 这跟对对联似的 是吧 正窃蹄 圆剑这一丑有戏呀 一般情况之下 你要说跟一个女网友 发一条消息 噼里啪啦 打了好多字 最后过二十分钟 人回过来一个 呵呵 那这事你就别聊了啊 就完了 就结束了 你看这个 证明人用心了 圆进紧跟着就说 说不管你黑猫白猫 在下干当一回老鼠 咱们玩一回老鼠逗猫怎么样啊 看这一开场啊 就是奔着出事去的呀 俩人反正是你来我往 一会儿啊 哎呀 就聊得热火朝天的了 又聊聊什么人生理想啊 人生哲学 看风看雪看月亮 就当时尔康跟晴儿 跟紫薇说的那些话呗 一会儿呢 也偶尔开个小混段子啊 打情骂俏 开点玩笑 不知不觉就聊了这么两三个钟头了 一看点 你该吃饭该吃饭了啊 你不吃饭你该忙什么也该去了 可这俩人已经难舍难分了 这圆进呢 舍不得下线 那猫呢 也舍不得下线 得了吧 咱们呢 别聊了 把电话换一下吧 啊 没事咱们打电话 哎呦 对了 正好我一会儿啊 没什么事 你有事吗 我也没事啊 那 咱见面吧 你看多快 圆进呢 赶紧下网 打车 就到了 小猫屋里居住的 长乐路的某小区 南京的朋友都熟悉 长乐路啊 就在这个福子庙附近 这是繁华地带呀 这小猫家呢 就住这个小区的七号楼 圆进呢 按着这地址 棒棒棒 敲门啊 这时候 门自妞一下开了 哎呦 一个打扮 特别时尚的女人 朝她这么一乐 大大方方的 把她就迎进屋了 圆进在沙发上 这么一坐 在看这个女的吧 是那么漂亮 那么性感啊 皮肤是真好 哎呦 尤其眼睛 寒情默默的 丑的这个 圆进呢 是浴火焚身 怦然心动 这个女人呢 看见圆进 哎呦 青春年少 仪表堂堂 一看就是那种 特别斯文型的 挺好 也动心了 这时候啊 这女的就问圆进 你多大了 圆进说我24 哦 我 我28 我单身 我还没结婚呢 其实啊 这女的是骗她的 那么这小猫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聊了俩仨钟头 立刻就决定 见面吧 圆进呢 就根据地址 找到了这个小猫 屋里的家 进到她家 往沙发上这么一坐 一看这个女人 呵 长得这个漂亮啊 这个性感呢 啊 皮肤那么白 那眼神 含情默默的 动心了 这小猫就问她 你多大了 她说我24 小猫也看上她了 圆进大学生 长得挺帅气 啊 文质彬彬的 小猫就跟她说 哦 是吗 我28了 我还没结婚呢 其实啊 这小猫骗她呢 这小猫啊 真名叫郭安琪 当时已经40岁了 是南京某企业的管理人员 中层领导 早些年呢 结过婚 可是一直啊 没生孩子 本身人长得就漂亮 再加上呢 平时喜欢打扮 会保养 又会穿戴 所以别看已经40了 你看上去啊 你要说278 那是显得老成点 但你要说30来岁 那绝对是有人心 后来呢 她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啊 也是感觉寂寞啊 也无聊 就经常的上网聊天 她跟袁进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也是 有过和网友 见面 发生一夜情的经历 并且这些经历呢 还不少 反正 网上这些婚段子 该聊的也聊了啊 小笑话 该说的也说了 见面之后呢 又都挺满意 袁进 看小猫长得漂亮 小猫看袁进 长得帅气 互相对眼 那就直奔主题吧 袁进啊 先开口了 说小猫啊 你真美 反正小猫 半推半就 袁进一把 就把 国安琪也就小猫 给搂住了 国安琪呢 也就倒在他怀里 后边省略 753个字啊 反正就该发生的 都发生了 当天晚上 袁进就没回去 就住在了国安琪的家里 哎呦 俩人这一天过的呀 快乐极了 第二天要走的时候 舍不得呢 你别走啊 我也不想走啊 但我得走啊 那咱下回什么时候见面啊 就又约了 下回见面的时间 可咱说了 袁进有女朋友啊 叫裴小元呢 他跟裴小元呢 已经在外边同居了 哦 这边同居着 那边又跟这个小猫 郭安琪 又在这不停的约会 不停的这个 呃 这叫什么呀 这叫偷情 是吧 这还不算完 俩女的还不够 还隔三差五的 还得上网 还得发掘些目标 找新的刺激 可是啊 在这个 袁进的心里边 他忘不了 他第一个女朋友 金曼曼 爱情嘛 往往第一段 是最美好的啊 尽管有这样 那样的遗憾 但他一定是最难忘的 袁进呢 就总是回想起来 大二那年暑假的时候 跟金曼曼 回到老家 久别重逢 开心呢 一有机会呢 俩人就在一块亲热亲热 有一天呢 这小两口 也不叫小两口啊 这一对小年轻 这一对恋人 见面之后 金曼曼呢 从胯包里边 掏出来一本书 让袁进看 金曼曼呀 上了大学之后 也变得越来越开放啊 这本书叫什么呢 叫虐恋亚文化 袁进呢 就拿过来书 这什么呀 你学外语的 你看这 一翻开 欲罢不能了 这书这么好看呢 书里边呢 就有这么一个案例 介绍的就是在 性行为过程之中 缠绕着这个 对方的脖子啊 或者用手掐住 对方脖子 来体验性刺激 哎呦 看着这书看的 他就这个浴火焚身了 这时候金曼曼呢 也好奇 也想体验体验 这书里写的这些 俩人一拍即合 就开始各种各样的 大胆的尝试 金曼曼呢 跟袁进说了 说一会儿啊 你掐我脖子 你别玩命掐 你知道吧 你力气别太重 时间别超十秒钟 我怕你时间长了 你就掐死我了 袁进也真听话 哎 这头一回 俩人都挺满意 接下来呢 就有了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反正一回比一回 大胆一回比一回啊 更让他们兴奋 不过这玩 它是有危险性的呀 所以啊 俩人也约定好了 每回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之中 一旦预感到危险了 这金曼曼呢 就伸伸舌头 要不就蹬几下腿 只要给了这个信号 那袁进必须就得松手 反正也有这个安全信号 也没出过事 俩人这一个暑假啊 就很开心 就过去了 和金曼曼分手之后 别看和裴小元同居了 可是裴小元呢 出身干部家庭 平时接受的教育呢 也比较正统 挺腼腆的 袁进呢 也有想跟他结婚的打算 所以啊 跟他也没太放肆过 也没提出过要求 再者说了 你提要求 裴小元也不理你这个呀 很可能还跟你分手了 所以袁进就没有 在玩过这种 虐待的游戏 跟这小猫 关齐在一块之后 可不一样了 这小猫 毕竟是之前结过婚的 俩人你请我愿的 可是 这种两性交往 时间长了之后啊 他不新鲜了 袁进就琢磨着 我们得玩点新鲜的刺激刺激 2002年9月11号晚上 袁进呢 在这个酒吧里边啊 玩到了十点多 又喝又跳 突然就到了 关齐家里边了 可关齐啊 事先不知道 袁进会去 也没做准备 咚咚咚敲门 谁啊 没人说话 咚咚咚又敲门 谁啊 我 一开门 哎呦 你怎么来了 开心的呀 就甭提多乐儿了 俩人啊 也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又开始了 那样的事情 袁进呢 把郭安琪压到 身子底下的时候 情不自禁的 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因为之前和金曼曼 有过很多次 这样的经历啊 可是之前呢 他有这个安全信号 这回没有安全信号 袁进也越来越兴奋 就开始用力的 掐过安琪 郭安琪的表情呢 变得很痛苦 都开始有些惊乱了 郭安琪越是这样啊 袁进越兴奋 越掐越紧 郭安琪呢 就想玩命 把他推开 可是一个女孩子 哪推得动 这么身高力壮的 一个大男生啊 袁进呢 不但不松手 反而啊 掐得更紧了 差不多过了一分钟吧 郭安琪不挣扎了 手就搭了下来了 袁进那个劲头呢 也过去了 这时候 推了郭安琪几把 猫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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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反应 哎呀 坏事了 他赶紧 跟电视剧里演的似的 拿手啊 去试试这个 郭安琪的鼻息吧 还有没有呼吸 这一试 毁了 没劲了 赶紧 做人工呼吸 胸部按压 可都没管用 这时候 袁进可吓坏了 这才意识到 杀了人了 他第一反应啊 不是赶紧报警 赶紧打120抢救 而是赶紧跑 把屋子里的东西 弄了一地 拿走了公安琪的一部手机 跟包里的六百多块钱 他真是要钱吗 不是 他是想伪造一个 入室抢劫杀人的现场 打算转移警方的侦查方向 可是这种伎俩 你瞒不过公安人员 警方一勘查 不对 这不是为财杀人 这明显是掐死的 并且还是死在床上的 还是衣冠不整 如果说是歹徒 入室之后 临时建设起义 那么一定从外边到里边 会有这个打斗挣扎的迹象 但是明显没有 这时候 又翻看公安琪的手机 发现 有多条跟袁进的通话记录 还有呢 查找了 郭安琪的上网聊天记录 也是 跟袁进聊的热火朝天 并且 还是那种关系 他们很快 就把袁进 锁定为了犯罪嫌疑人 案发十天之后 警方就把袁进 抓捕归案了 2002年9月23号 袁进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刑事拘留 9月29号被正式批准逮捕 一个毕业 刚两个多月大学生 突然就成为杀人犯了 袁进的家人都快疯了 我们这培养了个什么孩子呀 他妈妈当时就病倒在床了 他爸爸天天也愁的不行不行的 他父亲呢 到了南京 找到了两位律师 让律师啊 为孩子辩护 律师了解了案情经过之后 也很惊讶 说你儿子有女朋友了 还在一块同居了 怎么还还干这事呢 他父亲也说了 从小啊 就想着让他不吃苦 不受罪 给他提供好的家庭条件 学习好就得了 别的也没管他 也没了解过他的这些 感情生活 我感情经历 律师呢 就去看守所里边 去会见袁进 袁进呢 就把前来后去的这些情况都说了 就说我不是要杀他 当时我们是玩这个性爱游戏 一不小心才把他掐死 袁进还托律师带信给他父亲 说你们呢 给家属赔十万块钱 你看能不能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别判死刑 判那么重的刑了 他还说 他说我跟我前女友也玩过好多回了 没失手过 你们可以去找前女友核实取证 你看 到这时候还把前女友给供出来搭出来了 这时候律师意识到 袁进有没有虐恋史非常重要 他们呢 就赶到了北京 找到了已经读研究生的金曼曼 知道前男友虐恋杀人已经被逮捕了 金曼曼也很惊讶 本来律师还担心金曼曼会回避 但是呢 他还念旧情 很配合 只言不讳的 就回忆了 他们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他也说了 说万万没想到 他会因此而杀了人 说虽然呢 我们分手有些日子了 但毕竟有过真感情 我愿意给他作证 2003年4月2号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杀人案啊 这是在所有媒体公开的消息里面 全国第一起虐恋致死案 就主观上来说 我不是要杀人 但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这种恶劣的结果 在庭审现场啊 控辩双方也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控方就认为呢 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之中 袁进呢 产生了杀人的歹念 最终导致国安其机械性窒息死亡 被告人袁进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手段残忍 情节恶劣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可辩护人呢 提出了 这袁进是属于过失之人死亡 律师呢 根据被告人袁进的供述 还有前女友金曼曼的证词 以及那本虐恋亚文化 这本书上的一些描述 然后就论证说 袁进呢 是一个施虐倾向者 他对国安其实施的是一种虐恋行为 目的是追求极致的性兴奋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之中呢 说会导致啊 这个行为人 变成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就是一种癫狂的状态啊 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是无法用理智判断的 说故意杀人呢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犯罪动机的 你贪财也好 你是这个 有仇恨也好 你还是极端的报复心理 嫉妒心理也好 但是这起案件里面 找不到任何袁进 主观杀害国安其的犯罪动机 所以认为呢 袁进应该是属于过失之人死亡 而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不过因为这起案件的特殊 在之前啊 国内还没有这个案例 可以来进行比对 南京市中院呢 就很慎重 没有当庭宣判 说请示之后再做决断 直到2003年5月初 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原禁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判处原禁死缓的依据 是认为他案发之后 认罪态度比较好 并且能够积极主动的赔偿 受害方的损失 至于律师提出的因虐恋导致过失杀人的辩护意见 法院呢 没有采信 一审宣判之后呢 原禁不服判决 又提出上诉 2003年7月 江苏省高院 终审维持了 一审判决 这起案件 也就尘埃落定了 本来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啊 可是 在自己的情感道路之上 走入歧途 那么付出的是自己一生的代价 对于他的父母来说呢 在孩子从小到大的培养过程之中 没有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爱情观 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 那么 自然也承受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在这也提醒大伙 案发的时候 是2002年 在那个时候 像类似的事情还很少 所以它是作为第一起案件啊 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 但是时至今日到现在的这种 生活环境之下 类似的事情 好像已经很多了 大家往往追求这种新奇的快感 这就很容易 让自己承受 不能承受之重 行了 这个案例呢 也希望啊 给大家一个警醒 今天节目就说到这了 咱们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什么情况 下期节目